小恐龙最近去考驾照 但他工作繁忙很少练车 因此车技不是太好 这天他终于有空抽出时间参加了考试 这是小恐龙第一次开车上路 他非常紧张 一不小心撞到了停在路边的高级自行车 这一撞让他赔了好几百 还爱了顿臭骂 最后考试不及格 小恐龙更加没信心了 几个月后他选了个良辰吉日 鼓起勇气再次参加考试 刚一上路他就紧张地发抖 考官安慰他 别紧张 就当是在自己家里开车 听了教练的话 小恐龙的心稍微放松下来 可没过多久 小恐龙又撞上了路边的摩托车 这你也能撞上啊 我 我就当作在家开车嘛 事不过三 小恐龙这次克服恐惧 发誓一定要通过考试 而考官也非常关照 一路上都在指点小恐龙 他可不想再陪小恐龙撞车了 虽然开得歪歪斜斜 但也勉强 全到了后半段 眼看着就要到达终点 小恐龙又和一辆轿车杠上了 考官 我可能不适合开车 我不想再撞了 考官看小恐龙挺惨的 安慰他说 你的驾驶技术确实没提高 不过你的眼光提高了 一次比一次撞的东西值钱 变化